乃清德宣誓就職後三天,中共發動了一次橫台軍演 比起平日的艦機襲擾,今次的規模不見得大很多,只是擺出一個將台灣團團圍住的架勢 但來了四十幾架次飛機,二十幾首次的戰艦,就想將台灣封鎖,即使是外韓人看來,都只是一個笑話 難怪台灣人照常生活,關心日本明星的婚外情,股市逆勢上升 立法院外的集會規模更大 記者訪問金門的居民,當地人都說,中共一直都這樣做,沒什麼特別 美軍還搞笑,特意發一張美軍士兵在戰艦上做瑜伽的照片,以此嘲弄中共的虛張聲勢 外媒將台灣人被譽為生活在地震大的人 但有沒有人生活在地震大,天天擔驚受怕,躲在床下等天災發生? 當然沒有啦 地震大的人,生活自學是來了先講,因為防不升防 不如地震未來就防震,地震來了就救災 等於中共不打就過日子,中共打來就反擊,何必用人自擾? 中共兩天環台軍演,安排在賴清德宣誓走職後三天,它的效果大打折扣 要講衝擊力,當然不如賴清德這頭宣誓,中共戰機果頭施壓來得震撼 中共之所以流程三天,明顯是屈服於美國的事先警告 中共的目的是洩憤,但不要去得太盡 賴清德的就職演說,與蔡英文兩岸政策相比,只是向前走一小步 比如稱中共為中國,比如說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和台灣 三種稱呼都代表台灣,其中暗服了台灣這個國家名稱 似乎比蔡英文更接近公然台獨的主張 中共對此固然很生氣,但去到盡,都無非是繼續每日藍機襲擾 根本不可能直接揮軍登陸,帶一場沒有把握的仗 從前林彪的軍事指揮理論是,除非有七成的把握,否則都不要輕易開戰 中共今天倒海作戰,如果排除美日歐介入,最多有五成得勝把握 如果計美日歐,恐怕兩成的把握都沒有 這次環台軍演只有兩天,沒有劃定禁飛禁禁航區,也不是真槍實彈 等如拍一些戰機戰艦,環台走一圈 究竟有沒有去到演習的程度,都只有中共自己知道 軍演不足,就用文宣搭救,中共這一套虛張聲勢的慣忌 台灣人只是當體熱鬧 中共對付賴清德就職典禮,外有環台軍演,內有在野黨立法院搞事 如果內外配合,就在賴清德就職當日,內外兩頭同時燒起來 那種震撼力就比今天要強烈得多 可惜習近平做事通常不湯不水,兩頭不到岸,結果白費氣力,又被人當他無盜 賴清德在台獨問題上不動聲色,乖乖乖撩了一下習近平的痛處 習近平要認真狠起上來渡海作戰,但缺乏充分理據 搞一場環台軍演的戲碼,又毫無威懾力,最後將自己搞成一個笑話 從此台灣人更習慣中共這一套威嚇之術,再大的軍演都沒用 環台軍演之後,台灣國防部發布一條影片,影片中中共蘇製殲16戰機 被台灣美製F-16戰機牢牢鎖定,潛台似是我要打你你隨時都冒命 軍隊內鬥的是武器精略,不是武器的多寡 正如一班農民揮舞坐頭在人家門口叫囂,但不知道人家的槍中有機關槍 所謂不知死活就是這個意思 近日台灣立法院外的民眾集會越演越烈,很可能掀起另一波反共高潮 這樣對國民黨和民眾黨這兩個中共分隊,將會產生極為不利的政治效應 民意背棄,政治版圖萎縮,這就是中共那套統戰政策制作業的結果 台灣民調高達8成以上的人自認台灣人,這個民意基礎是主流 賴清德有這麼強大的民意基礎,法律上有後手應付,可進可退 在中共虛張聲勢的同時,因為達業績大幅上漲 台積電訂單如潮涌至,台積電正準備大肆國張產能 在世界各重要高科技公司,密羅僅股大舉投資台灣 針對中共橫台軍演,美國的回答是立即舉行29國橫太平洋軍演 以29對1,以橫太平洋對橫島,強弱優劣立判 中共除了跳腳之外,打又打不到,捅又捅不吃 習近平搞一大場大龍鳳,無非是發洩滿肚子的無名火,暴露了自己的無能 姿勢多過實際,安慰自己多過打擊敵人 習近平的虛嬌本色就是這麼多 有些海外媒體人熱衷於宣揚戰爭的風險 實在是多此一舉,戰爭要來就來 你都阻止不了,無端端怕又有什麼用 最緊要有備無患,除此之外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先將日子好好過